丁志平嘴里所说的黄大人 是尚书省下吏部的政务品郎中 这黄忠义之祖父 原名黄四 后得先帝赐名为黄虎 在开国之后 被封献博 十亿七百户 黄氏后人也算是争气 黄忠义的二叔 任东都河南隐 皇家子孙之中 在各地也都是担任官职 听到丈夫是跟黄大人出门喝酒 傅仪琴脸色好了许多 只是听他提起谢氏帮忙不利 不免又诅咒了两声 看他不像刚刚戏眉道立的样子 而是有恨寄到了谢氏身上 丁志平松了口气 狠狠地瞪了丫鬟一眼 还不快去端茶 丁志平替傅仪琴顺了顺胸口 不由就道 到底什么事 竟发了这样大的脾气 小心急坏了身体 哼 还能有谁 还不是傅明华那个小贱人 傅仪琴冷笑了一声 将今日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 丁志平心里自然知道 弃子的打算的 从心底里说 他觉得傅明华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 傅仪琴从嫁进丁家的那一天起 便从未侍奉公婆受过姑子的气 他倒是有些担忧啊 如今妻子回到娘家 得罪了傅家人 倒是将他们一家赶了出去 若是能如傅仪琴所说 使丁孟非娶到傅明华 那自然是千好万好 可若此事不成 倒是反倒坏了傅丁两家情分 那就得不偿失了 不过他心里虽然这样想 嘴上却不敢说的 傅仪琴这些年纪微甚深 他也是凡事懦弱惯了 不敢再听 傅仪琴冷笑了一声 伸手理了理一斤 走着瞧 日子还久得很 待到他日 让他落进我手里 我倒要好好教教他规矩 傅明华只觉得耳朵发烫 想来也是傅仪琴在诅咒他 他摸了摸发红的耳朵 碧罗忍不住就到 今日的事 要不奴婢知会傅嬷嬷一声 今日傅仪琴当众为难傅明华 几个丫头都看在眼里 傅嬷嬷是谢氏身边的贴身嬷嬷 与安嬷嬷一个主外一个主内 深得谢氏信任 碧罗的意思就是在向谢氏告状 只是告状若是有用便罢了 告了结果没用 那说了也是白说 傅明华摇里摇头 不用了 恐怕母亲正在烦心呢 一旁正在为他收拾着衣裳的碧云 一听这话 便愣了愣 碧兰为他拨着柑橘 他拿了银签插着刚拨好的橘子 送进嘴中 酸得眼睛都眯了眯 谢氏从宫中回来便病了 依傅明华看 这个病恐怕是心病 不大好医的 他笑一发愣 又插了一半橘子送进嘴里 不再说话了 骑士隔了两天 又来了一回 这一回则是由建元七年的状元提起的 建元七年时 那杜郎君实在是文采奉利 无人可及呀 以三十二岁的年纪 被皇上钦点为投名状元 骑士做出一幅回忆的样子 哎呀 杜状元被朝廷派到岭南任职 碧怯当时倒是有幸见过杜状元一回 他自顾自的说着 傅明华拿了琴谱 在古筝上拨弄 几个丫鬟倒是觉得琴声悠扬 只是骑士过躁 未免有些惹人厌烦 骑士自个儿倒像是没察觉一般 见傅明华不踩他 也说得来劲 还凑近了他一些 不过呀 这杜状元最为出名的 那可不只是文采而已 大娘子可也知道其他的 傅明华低垂着头 去端一旁的茶杯 听到这话 眼神便晦暗莫名 他端了茶杯 挡住了嘴角边的猙獰 望着骑士眼神冰冷 直看得骑士浑身发寒 本能别开了脸 但心里一定 回过头再去看他时 却见傅明华浅浅地笑着 嘴唇虽然被茶杯挡住 但是眼睛下方 却露出两抹卧蚕 眼中仰着温婉的笑意 刚刚的灵力 倒像是他自己的错觉了 据说呀 这杜犍德最为出名的 还是他的痴情 骑士扶了扶手臂 上半身倾斜着 朝傅明华靠得更近了些 他的妻子是他的表妹 自小啊定下婚约的 夫妻俩恩爱异常 婚后数年 这度娘子未曾为度假延续香火 却也未影响夫妻的感情 他说到这儿 痴痴地笑了两声 如今这住进傅家的姑奶奶一家子里 据说这表少爷也是小小年纪启蒙读书的 姑爷当初也算是天子门生 这家学渊源的 据说今年要是入场应试的 若是能博个秀才功名 年纪轻轻的 往后求亲的 那可是要踏破傅家大门啊 说到这儿 骑士见傅明华没什么反应 顿时着急了 大娘子觉得 婢切这话有没有道理啊 看傅明华仍不说话 只顾着单手拨弄琴弦 他眉头皱了皱 眼中露出不耐之色 也不明白 这破琴有什么好值得专注的 他就不信 自己还搞不定这样一个规格少女 想到这儿 骑士伸手也去拨琴 只听得一声重响 打乱了傅明华刚刚正在研究的琴谱 他转头盯着骑士看 骑士被他看得心中冷笑 以为他会含泪呵斥 却见他将杯子一放 温声缓缓道 骑姨娘这话说错了 骑士正当要驳斥他 风明华接着开口 要踏破的也只是丁家的大门 表哥姓丁不姓傅 这样的话 骑姨娘以后就不要再乱说了 免得人家嘲笑你 他说完 见骑士的手还扣在琴弦上 勾了勾嘴角 站起身来 一手拉了拉批驳 一手拿起旁边放着的 波琴的相鼓弹针 用力地重重剥了一根弦 这波琴的力道不小 只听嗡的一声重响 那琴弦被傅明华用力挑动 骑士手放在琴上还没反应过来 那染红的思线绷得太紧 又遭大力挑拨 枪的一声便断了 骑士惨呼一声 几根手指被断弦抽中 本能地将手举了起来 一根细细的红印 从他食指印到小指尖上 虚余功夫 血珠便从红印中渗了出来 疼得他脸色都变了 食指连心呢 骑士本能地将手含在嘴中 浑身哆嗦着 竟然连喊都喊不出声音了 傅明华看了他一眼 将头低垂了下来 银娘没事吧 除了拇指没破皮 只是疼之外 其余几根手指头 都被钦鲜划破了 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没有事呢 骑士心中窝火呀 想要大声地冲他发脾气 却又咬牙强忍了 他转头 看到傅明华低垂着头 含着笑意 盯着他看 自己明明被他弄伤 此时他却一副 没事人般的模样 他心里的怒火 一波一波地往上涌 怎么可能没事 大娘子来试试疼不疼 他语气全是埋怨与怒火 傅明华的笑容淡了淡 没想到他会这么傻 姨娘是在怪我了 不怪你怪谁 若是傅明华 在弄伤了自己之后 稍表现出几分关切倒也罢了 可他倒好 仿佛这事与他无关似的 自成为傅其贤的贵妾之后 他养得皮胶肉贵的 这点伤口 真是让他吃了大苦头 此时说话 也不免带了几分火气 傅明华笑着看他 姨娘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我好端端地练着琴 姨娘偏要将手搁到琴上 他捡起断掉的丝弦这个动作 让刚刚被丝弦割过的骑士 吓得本能的身体就往后仰 傅明华抿了抿嘴角 这丝线又薄又粒 一不仔细便割破了手 我练着琴 姨娘不小心被割了 怎么就怪我了 他话里的意思 倒像是在怪自己 是自找的了 其实咬着嘴唇 脸色震清震白的 如今这丝线断了 我也不找姨娘出银子 替我修补了 他不急不缓地将话说完 又令碧兰换了丫鬟上前 将琴抱下去了 这才重新坐到了椅子上 姨娘刚刚跟我说到哪了 哦 说到科举考试了 莫非玉戈今年 准备入场复考了 骑士刚刚说了半天 也不知他是真没懂 还是假没懂 此时自己手指头都被割破了 那思贤细倒是细 戈人却不比刀子差呀 他又疼又恨 却偏偏有气无处时 听到傅明华这话 恨得咬牙 却也只得强笑道 大娘子说的哪里话呀 玉戈又哪能跟表少爷相比 那可不能这么说 他二人年岁不同 自是不好比的 傅明华将骑士的话打断了 温声道 他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似是有些意外般的盯着骑士看 姨娘今日是怎么了 总拿表哥与玉戈相比 表哥虽好 却只是外星人 玉戈才是姓父的 骑士简直有苦说不出呀 他当然是不想见他自己的儿子 傅林玉再差 也是他的心肝肉啊 可他这样说 纯粹是为了表现 丁孟非的出众 也不知傅明华是真傻 还是假傻 半点都没有将注意力 放到丁孟非身上去 他被傅明华绕着跑 下午过来 灌了一肚子的茶水不说 受了伤 如今还要听他教训 却是半点事情都没有办成 也不知上回自己送来的那画本 傅明华到底看没看过 这会儿 竟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 骑士忍了心中的焦急 出声打探道 大娘子多读了些书 果然是懂道理的 他说完便顿了顿 接着又问 啊 说到这个 碧切倒是想起了 上回送给大娘子的画本 不知道大娘子可是喜欢呢 若是喜欢 碧切便找人多送下来 以往 骑士虽然也让女儿傅明珠 来讨好傅明华 但她自己可从来没有 如此隐窃过的 傅明华眼皮垂了下来 挡住了眼中的冷色 银娘不提 我都忘了 她仰头去看碧蓝 那画本搁到什么地方去了 银娘可是想要为三妹妹讨要的 不不不不 那个小丫头 哪懂什么输不输的 自然不像大娘子这样 虽说父亲宠你 但其银娘也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傅明华笑容一收 骑士愣了一下 又听她道 三妹妹是府中的三姑娘 银娘可不能换她什么小丫头 骑士被殉得险些吐血呀 按照道理来说 她虽是贵妾 但也是妾 确实是比府中的郎君 娘子地位低 但骑士是傅明珠 与傅灵玉的生母 以往她又较为受宠 并没有把自己当成 低了子女们一等的妾来看 此时被傅明华一说 骑士当场脸就通红 她坐了一阵 终于坐不住了 阴沉着脸起身 傅明华端了茶杯 送客 骑士咬了咬牙 领着丫鬟气冲冲地走了 碧兰过来 擦她坐过的椅子 又去捡桌上她喝过的茶杯 这样好的杯子给她用 真是浪费了 这些杯子 都是由江西玉瑶所出的 每年所出的产量并不多 骑士每来坐一回 便扔一个杯子 哪怕傅明华身后有谢家做衣室 碧兰也有些心疼了 下回再来 便不用这杯子给她喝了 傅明华没有作声 显然是墨许了碧兰话里的意思 今日骑士问起这话本的事 看起来并非无意所谓 这几天的时间里 她得空便来 又有今日借状元杜剑德 扯到丁孟非身上 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她应该是得了傅怡勤许的好处 来为傅怡勤办事 想让她心想事成了 至于骑士得的是什么好处 傅明华心中也清楚得还 傅怡勤为了儿子与骑士合谋 骑士为了什么便也清楚了 能让之前还挨了傅怡勤打的骑士 心甘情愿为傅怡勤办事 还敢冒着事发之后 会承受傅侯爷与白氏的怒火 除了傅怡勤 也没什么值得骑士 如此卖命了 傅明华将手边茶杯里的水 小小地戳了一口 那茶水已经有些凉了 失去了之前的味道 略有些苦涩了 她将茶杯搁在桌上 手指摸索着杯盐 眼神渐渐冰冷 一觉醒来 窗外下起了熙熙丽丽的小雨 哪怕屋中烧着地笼 傅明华也将厚厚的紧背抱紧了 躺在床上 眼神渐渐清亮 外头天还只是蒙蒙亮 睡在她床边的脚踏上 昨夜当时的壁锣都还没醒 她一向自律 傅家的娘子中 她身份最贵 却也比任何一个娘子 都严于律迹 无论寒冬腊月 哪怕就是不甘服输的傅明侠 都会赖床 偏偏她是一道时间便会睁眼 不需丫鬟三催四寝 甚至丫鬟刚起身 她便跟着起来了 不因天寒地冻 便赖在被窝中 不愿动摊 光是这一点 恐怕就是这府中 白事也未必能做得到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向白事请安 她未必每天会是最早到的 但绝对每天都不会迟 她躺了一会儿 壁锣渐渐清醒了 爬了起来 捡了衣裳穿上 又将昨夜 铺在木脚踏上的被褥 以硬卷起捡走 不多时 外面油灯被调亮 已经用冷水洗过脸 精神了的壁锣 小心地牵开蔓子 大娘子可是醒了 傅明华用了一声 隔着朦朦胧胧的 几层细纱 不知是不是傅明华刚醒 声音里还带着 几丝娇软的鼻音 壁锣将蔓子撩起 用银钩挂上 就见撑起身体坐了起来 一头黑发 劈得满肩头都湿 脸上不见半丝睡意的 傅明华 她扶了傅明华起身 其余三个丫头 都已经进来了 屋子里 渐渐就有了人声 收拾好出了房门 那雨夹着风 便迎面吹来 吹得傅明华身上 劈着的厚厚雕球上的毛 也动到细歪的 她伸手将雕球对筋抓拢 大步就绕着回廊 朝白氏的院子方向 率先而去 还没进白氏的院门 傅明华远远地 便看到另一边 也有人来了 等到走得近了 才看到前来的撑着伞的是 沈氏母女 傅明华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 直到沈氏母女走得近了 才微笑着唤了一声 大伯母 二妹妹 沈氏一看到傅明华 脸上的笑意就收敛了 她想着上次谢氏进宫 带了自己的女儿 却不带傅明侠的婶 又有之前傅明华 牙尖嘴利 当着白氏的面 给她难堪的情景 此时心仇旧恨 涌上了心头 看到傅明华 披着的那身雕球 沈氏心中 便如同被大师堵住了一般 气儿一下子就不顺了 同是傅家嫡出的姑娘 但傅明华 穿的用的 样样都比自己的女儿 初挑了一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雅